服裝少女 你們現在穿的大概有花瓶的 都是一般 一般我們沒有去工作的時候 在家裡行的時候 就是穿這樣的衣服 那接下來 好 謝謝 我們放一點有我們的音樂的話 OK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珠衣 我們在台灣博物館 在看到了一件珠衣 那個珠衣是在馬赫坡 在1929年收購的一套珠衣 他現在所穿的這一套 那我們怎麼會有貝珠啊 我們怎麼會有珠衣 我們跟東部的花蓮的族人 或者是西部花蓮的族人 做交易 然後交易之後我們就會有珠子 然後貝珠呢 它到底多貴 我們有罵工作室 他們自己有做出那個珠衣 我們老人家講一句話 一件珠衣可以換一個人的性命 你看它多有價值 我們叫Dubuskaga Dubuskaga就是珠子 那你會發現我們怎麼會有胸鬥 男人怎麼會有胸鬥 我問過很多老人家 男人有胸鬥為什麼 男人就是要擋前面 所以才會加胸鬥 而不是一般的男人都可以 所以一般工作啊什麼都不會穿 只有在重要的時刻才會穿這個胸鬥 女生其實沒有穿胸鬥 只有男人才會穿 像我這樣的胸鬥 然後還有一個傳統刀 那這一把刀非常特別喔 它完全都是用藤邊所製作出來的 這是我們的傳統刀 在博物館也有展示了 OK OK 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很重要的 我身上所穿的這一套衣服 以及女生所穿的兩位 我們的少女禮服到底是怎麼穿的 我們最貴的衣服到底在哪裡 就是這兩套 就是這兩套 我們部落的老人家 到現在會穿這種技術的 只剩下一個火口布啊 我們的知法叫 我們的母語叫 就是挑支的布 那叫叫就是挑支的布 我們自己主居地啊 會穿這種知法的只剩下一個 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種知法真的很困難 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當時去 我當時去填掉這套衣服之後 你知道這一整套 從女生這樣一整套一個人 以現在的行價多少錢你知道嗎 72萬起跳 你們一定會想 怎麼可能 是真的 老人家花了將近快十個月的時間做完 以老人家的一天八個小時下去做 一直到十個月做就完成品 將近花十個月 那早期的傳統這種迷你的衣服 要花兩年 為什麼要花兩年 因為你還要自己種柱馬 自己自己處理那個柱馬 你還要再自己染色 種種一直到完成少女的這種禮服的話 至少要一年半到兩年 所以你知道它多貴吧 所以我們很少平常的時間這樣穿衣服 因為不想讓它損壞 我們都會把它保存在我們自己的住屋裡面 所以這一套算是目前 我在文部的最有價值的衣服 就是這個技術 叫Duguscusu 或者是Duguspenini Dugdaya 叫Duguspenini 那我們 叫Duguscusu 是因為珍貴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身上所穿的飾品 我們賽德克族不會太花俏 服飾上面不會花俏 簡單 實用 吸引人 而且它很貴 我們的服飾有兩種材料 主要的材料 一個是牛的骨頭 牛骨 下去做切片 再來就是貝殼 車曲背 下去做製作 然後放在 我們怎麼會有車曲背 也是跟人東部的 或是西部的族人做交易換來的 但是你要付出相當大的 那個交易的物體 來跟它換這樣的東西 所以極為珍貴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 看到賽德克的衣服 記得我們工作服 一般服裝跟禮服 要記得分別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賽德克族的年輕人 我們的衣服不會花俏 但是它很重要 老人家講一句話 就是一個男人穿到 一個男人穿上這套衣服之後 你就知道你家裡的女人有多厲害 她不會在語言上想說 女人很厲害 她只要看到你那套衣服 身上所穿的 那種紋路跟圖案 就知道你在家的女人的紋路 到底有多強 然後就會在她的額頭上面 畫一條槓 三條槓 五條槓 跟七條槓 當然最厲害的就是七條槓 表示你在部落裡面是 被受尊重的女人 我們這樣是這樣的說法 那女性工作是一直到現在 還是要特別感謝 我們所有的部落的老人家 這些都不是我的功勞 這些都是部落的老人家 傳下來的一些技術